候选人 并且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 温哥华特约教授 他出版的专著有 理性浪漫主义和基督教 C.S. Lewis神学思想研究 并且他有好几部的翻译的著作 包括我们很熟悉的 C.S. Lewis的《凡谱归真》 《四种爱》 以及《异教徒深井之所为基督教灵修发展史》等 好 下面我们在讲座开始之前 先由于世永弟兄带领今天的十歌敬拜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神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祂甘愿舍命 为救人灵魂 主爱有多少 主恩有多深 每当我思想 我心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hem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少 父恩有多深 祂甘愿舍命 为救人灵魂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深 为他我思想 我心甘恨 天理的多么高 量级有多么远 求主你慈爱 也有多大 永恒有多么长 无限有多么广 求主你慈恨 也有多么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深 他甘愿舍命 为救人灵魂 主爱有多少 主爱有多深 为他我思想 我心甘恨 天理的多么高 量级有多么远 求主你慈恨 求主你慈爱 也有多大 永恒 永恒有多么长 无限有多么广 求主你慈爱 也有多么长 我心甘恨 我心甘恨 叫王永恒 老师来给我们 讲怎么读经 我很多年前就认识 王老师 我们都在 圆林大学 算是同事 所以 能够在这个场合下见到 真的是非常高兴 好 那我们就一同来 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这样的恩待我们 赐个我们这样的机会 能够一同的聚集在这里 来一同的 要聆听你的话语 来听 王老师讲 这样的一个题目 主我们就把 下面讲座的这个时间 都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 真的是求你引导 带领整个讲座的过程 真的是求你保守网路的畅通 真的你也 你的圣灵也在我们 每个人的内心中工作 来让我们的心 真的能够向你 向你的话语来敞开 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是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 你喜悦我们将你的话语 藏在我们的心中 好让我们 能够 不得罪你 能够在 你所引导我们的道路上 能够 能够前行 主 就求你此刻 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 来工作 赐给我们一个可目以化语的心 好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 怎么样的能够将你的话语 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 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的安慰 唯有你的话语能够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满足 就求你真的是将这样一个可目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位 主让我们在下面的讲座中 我们一同的来寻求你 寻求你的道 寻求你的话语 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 盼望今天每一位上来的 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 都能够从你的话语之中 我们得到安慰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我们行走天路的一个引导 主就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 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保守我们网路的畅通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汪永梅老师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那我今天的讲座主要是过去 我过去七年在教会牧会 还有在神学院读书的一点所得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屏幕 那葛培里牧师他在去世前回顾他的一生 他说很奇怪 他说他这一生有很多事情需要感恩 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感到遗憾 其中一个遗憾他就说 人生如果能够重来 我这底下有给大家的 中文翻译红字的部分 那葛培里牧师说 他说人生如果能够重来 他说人生如果能够重来 我希望自己多花一些时间 神透过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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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圣经 中的病人 我希望从圣经中找到一些有力的话语去安慰 往往往我们是出于事工的需要去读经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没有时间坐下来为了自己灵命的滋养 好好地去读 去享受圣经 我在想一个牧者 一个团契小组的带领人 如果他自己一长期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 享受安息 得着滋养 我想他的服饰是很辛苦的 他的牧养可能也不是很得利 很有果服饰身心疲惫的时候 神医领我重新回到神医院读书 那过去三年我有比较多的时间用原文西伯来文读经 我博士诺文的课题是关于创世纪 那当我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用西伯来文读这一卷书的时候 我心中是充满了欣喜和感恩 因为我每读一遍我都发现有新的收获 有新的感动 我都觉得神又再一次向我开启了他话语 的一个新的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的讲座选择了说 让读经成为丰富愉悦之女 这个题目 那我讲座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介绍一种 研究圣经的方法 看呢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正典 我想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正典指的就是我们手头的这本圣经 那这个正典方法其实我们华人教会 据我的观察是一直在使用的 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 我今天呢把它拿出来 我只是想强调其中的几个方面 那这个方法它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的一位旧约学者 叫Brevard Childs 他正式提出的 那他提出这个方法是作为 对在此之前统治圣经研究领域的 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三种相关理论的一个回应 那第三种相关理论呢 他回应的三种相关理论呢 中文翻译也有不同的翻译 我在这就采用大家比较常见的翻译 这三种统治圣经领域 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三种理论 一个是叫来源批判 也有的翻译成来源批评 source criticism 第二个按照时间顺序 第二个出现的是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 然后是传统历史批判 traditional historical criticism 这是Charles的 Brother Charles的经典著作 叫做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这个书是1979年出版的 那书名字我把它翻译成 导论作为圣典的旧约 实际上是一本旧约导论的书 但是他强调旧约是作为以色列人的圣典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Brother Charles提出了这个正典方法 那在他之前的那三种相关理论呢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欧洲的启蒙 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 在理性主义的时代 圣经就被迫走下了神坛 圣经呢被当作跟其他的书一样看待 需要接受理性主义的解释 审视需要经得起理性主义的考验 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呢 来源批评或者说来源批判理论呢 诞生 简单的说这个理论其实是很复杂的 简单的来说这个理论认为呢 这个理论认为摩西五金呢是由 摩西五金不是他认为 摩西五金不是由我们传统的认为摩西写的 他说摩西五金是由GEDP四个文献组成的 那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叫Julias Wilhausen 他是一个德国学者 大家可以看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1844-1918 18称为叫做Documentary Hypothesis Documentary Hypothesis 中文呢我们把它执意成叫做文献假说 这是来源批判啊 他说摩西五金有四个文献组成 那形式批判呢出现在二十世纪初 代表人物呢也是一个德国的学者 他叫Hermann Gunko Hermann Gunko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的创世纪注释的开语 他说Genesis is a collection of legends 他说创世纪是一部传奇集 那刚才我们说那个来源批判 他认为摩西五金是由GEDP四个文献组成的 那Gunko呢他说我相信在GEDP文献之前 存在着一个个独立的口述传统 叫做oral traditions GEDP文献是形成文献 他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口述传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下诞生的 这是他用的一个词 但是因为他是德国的学者 所以他用的是德国的德语这个词叫Sizing Level 他关心的是他要推测这些口述传统 是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下诞生的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他说川世纪十六章这个夏甲的故事 川世纪十六章 川世纪当中为什么会有夏甲的这个故事呢 夏甲的这个故事之所以存在 是为了说明那口叫做比尔拉海来的 那口井的名称的来源 这是他说这一章十六章川世纪十六章 他诞生的这个生活情境就是 他当时就是为了说明这个比尔拉海来 这口井的来源 是为了解释这口井的名称 就是永活的神呢 这个意思 为了解释这口井的名称 所以才人家才编造了这个故事 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再举一个例子 他说川世纪三十四章 就是那个底拿被事件 侮辱那个故事 他说这个底拿的这个故事 是为了说明 为什么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当中 西面支派和 另一支派没有占领 杀了世界变成的整个的人 造成了一个杀身之祸 给雅各的家庭造成 喘下大祸 所以呢 雅各后来在四十九章 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 对这两个儿子实际上 没有真正的祝福 这是公口认为 他是这样来解释 川世纪三十四章 存在的理由的 这是形式批判 那我们来下面来看 第三种批判 就是传统历史批判 那这个传统历史批判 它差不多出现在 二十世纪中叶 代表人物呢 也是两位德国的学者 叫Martin Noth 还有是另外一位 叫Gerhard Wollard 那这个理论 他关心的是 刚才Google 他强调的是口述传统 那这个理论 他关注的是 从口述传统 到刚才说的 那个来源批评 这个GEDP文献 他说从这个口述传统 到GEDP这四个文件 这中间经历了一个 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这个传统历史批判 关心的是 从口述到文献的 发展的过程 他们的关注点是在 圣经的编者的视角 他说圣经的编者 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出于一个什么样的 神学考虑 将那些独立的 一个个独立的 口述传统 串到一起 串成了GEDP 这四个文献的呢 这是传统历史批评 他感兴趣的东西 那这三种理论呢 我们通常就是统称 给他一个统称 叫做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 统称就是历史批判 那Charles他自己 刚才我们讲到 Brother Charles 他提出的是正典方法 我们今天要介绍 正典方法 那Charles他自己 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历史批判的 这个理论的顺念 实际上 我刚才上面讲到的这个 Johada Von Red 就是Charles的老师 所以Charles是在 但Charles呢 他指出了历史批判的三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 他说历史批判的目标 不是分析圣经的正典 历史批判的目标 不是分析圣经正典 而是建构 它的发展史 历史批判关注的是 圣经的发展史 而历史批判 它重新建构出来的文献 就比如说JEDP 它重新建构出来的文献 于犹太会谈 还有于基督教会中 实际使用的 视之为权威的正典之间 有巨大的差距 这是Charles对历史批判的 第一个批判 对历史批判的第一个批判 或者说他指出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关注的不是圣经正典 而是圣经的发展史 而他重构出来的呢 实际上跟正典之间 有巨大的差距 那Charles对历史批判的 第二个批判呢 他说Charles他强调 他说旧约正典 旧约正典的形成过程 就是旧约正典是 咱们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 形成的 旧约正典的形成过程 这个形成过程 对正典本身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什么意思呢 他说比如说 圣经的编者 他们选择将哪些书卷纳入正典 还有这个他们要决定 正典最终的结构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西伯来文圣经 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 首先是律法 然后是新知书 然后是Writings 就是各内的著作 比如说雅歌 传道书这些 这是西伯来文圣经的 它的底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如果看英文和中文的 中文的圣经 这结构不是一样的 第一部分是律法 然后后面我们说是历史书 然后再是大仙之书 然后是小仙之书 然后再是一些其他的 对吧 所以他说这个 Chiles就强调 这个旧约正典的形成过程 对正典本身产生的 巨大的影响 比如你选择将哪些书卷纳入正典 正典最终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正典内部的书卷与书卷之间 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系 应当如何 等等等等 在这个正典的形成过程当中 这都决定了 这些决策都决定了 我们今天手头的这部正典是什么样子 那Chiles他认为 历史批判没有能够理解 旧约正典 与他的形成过程之间的 这个独特的互动关系 那第三点Chiles认为 他说历史批判没有将旧约的性质 与以色列这个份旧约为圣典的信仰群体 正确的关联起来 再说一遍 他说历史批判没有将旧约的性质 与这个信仰群体关联起来 讨论旧约性质的时候 没有与这个信仰群体正确的关联起来 那旧约跟这个信仰群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Chiles说旧约正典塑造了这个群体的身份 这个信仰群体的身份 那这个信仰群体反过来呢 赋予了旧约正典以形式 那形式批判认为 sorry 历史批判认为 历史批判认为呢 决定圣经文本背后的历练 都是一些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经济因素 这是历史批判关注的 像刚才公口说 夏甲的故事为什么在那里 是为了解释那口井的来源 底拿的故事为什么在那里 是为了解释 为什么有两个支派 他没有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 所以历史批判 他关注的是圣经背后的 那个政治社会历史因素 关心的是圣经文本背后的这些因素 而忽视了旧约正典 他作为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的圣典 作为他的secret scripture 这个信仰的因素 他忽视了信仰的因素 关注的只是政治社会经济因素 那乔子认为正典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在理解旧约性质的时候 怎么样把这个旧约 与这个信仰群体 古代的以色列 把这个旧约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的 所占据的这个权威的地位 关联起来 下面我摘录了一些 乔子自己的一些表述 他关于正典方法的一些表述 那他说正典方法专注的是 这个是跟历史批判不一样的地方 正典方法关注的是文本最终的形式本身 关注的是文本最终的形式本身 他赋予文本自身以尊严 他关心的是 我们在研究这套独特的宗教文本的特征时 充分考虑到这些文本在古代以色列 这个历史群体当中的应用 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句话很清楚 正典方法关注的是文本本身 而不是文本背后的那个形成的 发展的那个历史 他赋予文本自身以尊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用正典方法来读经 就是让圣经自己来说话 当然乔子主要是在讲旧约 就是说让旧约自己来说话 什么叫让旧约自己来说话呢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从教会的传统 比如说天主教的教会的传统 我们甚至不要从新约的角度来全师旧约 我们要让旧约自己来说话 这就是叫做赋予旧约的正典 这个文本自身以尊严 正典方法关心的就是 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充分考虑到 这个圣经在对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 它是在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发挥的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接下来乔子说正典方法不同于历史批判 它将对圣经文本的诠释 与一个信仰和实践的群体关联起来 就是正典方法它强调的是一个关联 就是我怎么样来诠释圣经 我要考虑到这个信仰和实践的这个群体 就是古代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 他说这个文本对这个群体有一种独特的神学作用 具有上帝的权威 也就是说正典方法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诠释圣经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忘记 这是这本书 这卷经是具有上帝的权威的 在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当中 它是具有上帝的权威的 然后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分析有关系了 乔子说 由于神学上的原因 圣经文本最终呈现的样子 往往是失去了原本诗歌的形式 比如说以前可能创世纪第一章是诗歌 但是因为出于神学上的原因 那最初的诗歌的形式变成了一个嗓门的形式 完整的被打破了 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我们之所以认为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犯在创世纪38章有问题 是因为他打破了原本是完整的这个约瑟的故事 这是正典方法的解释是说 为什么原本完整的叙事被打破呢 是出于神学上的原因 是因为圣经这卷书 它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它的圣体 它具有善业的权威 它要服从于它神学上 Chal子说在正典的在正典形成过程的不同的阶段 正典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形成过程 在正典形成过程不同阶段 他说其中都是有全实性的考量在里面的 就是正典在经过漫长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 其实始终有一个全实性的考量在里面 那这个考量 这个全实性的考量 最终融入到圣经文本的结构当中 下面他讲的是内斯 他说Chal子说 那些塑造圣经文本 把它当作圣典来使用的人 实际上就指的是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来 那些塑造圣经文本 把它当作圣典来使用的人 他们已经赋予了圣经文本一个全实的架构 就是在正典的形成过程当中 他们就把不同的传统纳到一起来 纳入正典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赋予了圣经文本一个全实的框架构 那正典方法呢 他寻求的就是在这个架构下全实圣经 那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实际上是说 我们不可以按照己意来全实圣经 我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全实圣经 我也不可以用灵异的方法来随意的来解禁 你要在圣经正典形成的过程当中 融入在那个正典里面的本身的那个全实的框架 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全实圣经 那恰好才说 他说正典方法挑战诗经者去仔细的阅读 手头的这个圣经文本 带着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去分辨他对一个信仰群体的功用 强调连点 就是你要仔细的读你手头的这个圣经文本 就是圣经最终的这个文本 然后呢 你要带着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去看 他对以色列 古代以色列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他说他说运用正典方法的人 他会尝试去分析 就是这个有如此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文献 是如何建构在一起的 俏子他其实他并不是完全的排斥 刚才讲到的那个GEDP这样的这个文献假说 他是知道我们也坦然的承认 圣经中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部分 有诗歌有散门有预言等等 他说我们用正典方法读经的人 我们呢是试图去分析 这些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文献 他是怎么把它建构到一起的 他对一个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 有连续性的一个信仰群体 是怎么样发挥着圣典的作用的 这是我对俏子的观点的一些引述 因为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我自己读起来都我自己翻译过来就都觉得很 很那个别扭哈 那我简单的来做几点总结 用我自己的话来做几点总结 简单的说 正典方法 也就是圣经最后的这个文本 也就是我们称作是正典上面 我们要专注在这个上面 我们不要去考察说 不要总是把时间去想着 这个是属于什么文献 那个是属于介义 还是那个是属于EDP等等 我们要专注在手头这个圣经最后的文本 也就是正典上 正典形成之前的那个历史 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的 实际上考古发现从来没有说 有存在GEDP这样的文献 正典形成之前的那个历史 是没有人能知道的 我们唯一能确切知道的 唯一能确切把握的 就是我们手头的这本圣经 那与这相关呢 我们就要注重 既然它是一个正典 那我们就要注重圣经的整体性 特别要注意下一句话 还要注重 还要注意呢 那卷书这个章节和那个章节 这句金门与那句金门之间的 共鸣 它用英文用的 Charles 用的那个词叫 Resonance Resonance within the Bible 我们要注重圣经的整体性 要注意圣经内部的这种共鸣 或者说回想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 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手头的这本旧约圣经的性质 旧约圣经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点 那对这个以色列人的 对古代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而言 圣经的性质是什么呢 对古代以色列人 那圣经的性质是 圣经记载的是 神对他子民的启示 以及 这个子民对他的神的回应 这是旧约圣经的性质 它记载的是 神对他子民的启示 以及他的子民对他的回应 那旧约圣经对这个信仰群体 起着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说要 古代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遵守律法 就是因为这个旧约圣经 对他们来说 是有着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 这是第二点 不要忘记旧约圣经的性质 它是一个信仰群体的圣点 那第三个 第三点总结就是说 古代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 它将迥然按照一定的形式 在一起形成正点 在这个正点的形成过程当中 就已经包含了一个全实的因素 在里面 有一个全实的原则在里面 那我们自己在全实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遵照 要在圣经自己的全实框架下来全实它 我们不可以 刚才说的 我们不可以按照记忆 也不可以按照某一个传统来全实圣经 我们要让圣经自己说话 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第三点 就是说我们要用正点本身里面的那个全实的原则 在正点本身的全实框架下来全实圣经 那在圣经研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批判和解构之后呢 正点方法起到了一个 Charles提出的这个正点方法 它起到了一个让圣经研究和圣经阅读回归正统的作用 我把它解释为是让圣经研究和圣经阅读回归正统 那下面我们就以《创世纪》第38章 犹大和他妈的故事为例 来看一看 我们从不用正点方法来读经 我们用正点方法来读经 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收获 《创世纪》第38章 它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它的不同寻常不仅在于它的情节 就是一个儿媳妇跟公共发生的性关系 然后繁殖了后代 繁衍了后代 这个故事不同寻常不仅在于它的情节 还在于更重要的是它在这卷书中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创世纪》37章 讲的是约瑟的故事 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 那39章也是讲约瑟的故事 讲到约瑟在波提法家里面 在法老的那个护卫长波提法家里面 还有那个他被波提法的妻子诬陷 被投到监狱里面去了 这是39章也是讲的约瑟的故事 然后从40章一直到这卷书的结尾到50章 基本上讲的大部分讲的都是约瑟的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 从37到50章基本上都是讲约瑟的故事 可是呢 在这中间插入了一个尤大的故事 尤大的故事呢 夹杂在大家看的 夹杂在约瑟的故事当中 这就让很多的圣经学者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下面先来看看几种有代表性的 对《创世纪》第38章的解读 几种代表性的 我没有把它捏穷尽 只是捏了几种代表性的 那第一种解读是说 《创世纪》第38章简述的是 犹大支派的历史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38章的最后是 犹大和塔玛的一对双胞胎出生 就是法勒斯和谢拉出生 那第一种对《创世纪》第38章的解识 《创世纪》第38章的解识是解读 是说它简述的是犹大支派的历史 解释呢 犹大支派当中 为什么有三个主要的宗族 就是施拉 法勒斯和谢拉 这三个主要的宗族的起源 他们认为 第一种解读认为这38章是在简述 犹大支派三个主要宗族的起源 那我在这儿列出的 几位学者的名字 SR Drive 这些都是20世纪赫赫有名的圣经学者 他们都写了《创世纪》注释 其中包括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刑事批判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种解读 《创世纪》第38章是 讲述的是犹大支派的历史 那第二种解释是说 《创世纪》第38章 它的主旨是警告以色列人 迦南化的威胁 因为我们知道 犹大他下到迦南人当中 住在迦南人当中 取的是迦南人的妻子 这是警告以色列人迦南化的威胁 这是对《创世纪》第38章的第二种解读 第三种解读是说 《创世纪》第38章 简述的是 对斩子权这个铁定力的一个颠覆 我在这里给出的 这个学者的是 Robert Orton 他是单代最著名的一个 旧约学者之一 他的叙事批判 我们叫做 Narrative Criticism 他的叙事批判理论 在今天 在圣经研究领域 是非常受推崇的 这是 这是对《创世纪》第38章 几种有代表性的解读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是解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对尤大的这个故事 刚才我们说了 他被穿插在约瑟的故事当中 那对尤大的故事 被穿插在约瑟的故事当中 那学者有一些什么看法 我们先来看 Johad Vonrad的看法 Johad Vonrad就是我说的 他是Bravo de Charles的老师 他是那个历史 他是传统历史批判的 代表人物之一 那Vonrad他是这样 他是这么来看待 尤大的故事 位于约瑟的故事当中的 他说尤大和汤马的故事 现在被安插在 结构严谨的 约瑟的故事的开头 因为37章开始约瑟的故事 38章就是尤大和汤马的故事 这个Vonrad说 他说任何一位专心的读者 都会看出这个故事 跟约瑟的故事 没有任何观念 他的观点是 尤大的故事跟约瑟的故事 没有任何观念 然后他也说 我们不需要知道 任何其他组展的故事 就可以诠释尤大和汤马 这个很紧凑 很简念的故事 只有一章的篇幅 他说 我们完全可以不知道 任何其他组展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来诠释 尤大和汤马的故事 言下这尤大和汤马的故事 跟其他的组展的故事 是没有任何观念的 其实是Vonrad的一种观点 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就是丹金最知名的旧约学者之一 Walter Brugerman的 他的观点 他是怎么看待 尤大的故事 位于约瑟的故事当中的呢 他说 他说这个奇怪的詹杰 独自在那里 跟前后文没有任何联系 他的观点跟Vonrad是一样的 跟前后文没有任何联系 他说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 这一章都是孤立的 像谜一般让人琢磨不透 他说我们确认的 组展故事的来源文献 他似乎一个都不数 也就是说 Burgerman他认为 这个《川日记》38章 是不属于JEDP当中的 任何一个文献 因为其他的组展的故事 来源批判都把它归结为 JEDP 但是Burgerman说 《川日记》38章 他好像不属于 JEDP当中的任何一个文献 下面是更加可怕的一个批评 他说 我们不清楚这一章 能提供什么重要的神学资源 在他看来 《川日记》38章 是没有任何神学意义的 我们不清楚 它能提供什么重要的神学资源 我们也很难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它会对我们的神学阐释 会有价值 他认为《川日记》38章 是没有任何价值 他说这一章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再仔细研究 也不明白它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这是当今最知名的 他仍然活着 当今最知名的一个旧约学者的一个观点 认为《川日记》38章 毫无神学价值 那Gunko和Wongrad 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 犹大和Tama的故事 放在《川日记》当中 现在这个位置 他们认为唯一的目的 他们刚才认为都是没有关联的 跟约瑟的故事是没有关联的 他说那这个故事 现在放在这个位置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时间的流逝 要造成一个悬念 造成一个悬念 为什么呢 因为37章结尾的时候 说37章的约瑟被卖的 那个故事的结尾 最后一句话是说 米帝人带约瑟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妹臣 护卫展布提法 那然后约瑟的命运如何呢 约瑟被带到埃及 卖给了法老的内城 那约瑟的命运如何呢 那Gunko和Wongrad 还有其他学者认为 之所以犹大的故事插进来 是为了造成一个悬念 就仿佛是告诉读者 你要想知道约瑟的命运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那等到讲完了 等到在 那借文献的那个 你要想知道约瑟的命运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然后借文献 刚才说借义BP 借文献的作者呢 就在这里插入尤大的故事 然后尤大的故事 讲述完了之后 圣经再回到39章 再在39章 继续回到约瑟的故事 刚才我讲到了 我们几种对 川世纪38章的几种解读 比如说犹大支派的历史 是告诫以色列人江南化的危险 或者说是对斩子权 这个铁定义的一个颠覆 这是对他的解读 还有对犹大的故事 所处的位置的一些看法 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 都是他们基本上认为 跟约瑟的故事 没有任何观念 甚至布鲁格门还说 没有任何神学价值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神学价值 那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按照乔子提出的 这个正典方法 按照乔子提出正典方法 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也许以前只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也许以前只是一个 在民间流传的 世俗的故事 也许是这样 我们姑且这样认为 也许以前是这样 但是他既然被纳入到正典当中 既然被放在现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要来看 他既然在正典当中 在正典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要来看 按照正典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他在现在的上下文中 在《川世纪》这件书 甚至是在整个旧约的背景下 要传递什么信息 他对古代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 说什么话 他以前也许是一个世俗的故事 但是既然放进了以色列人的 圣典当中来 正典当中来 那我们就要从正典 整体的角度 刚才我们说正典方法 强调的是你注意圣经的整体性 要注意圣经内部的那个 那个共鸣和回想 那我们就要看看 他在这个 他现在的上下文当中 在《川世纪》这件书 还有在整个旧约 这个背景下 要传递什么信息 要对这个信仰群体 说什么话 那首先我想说的是 犹大的故事 被放在《川世纪》的 37到50章当中 是合理的 犹大的故事 就在《川世纪》的最后这个部分 37到50章当中是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部分开篇就说明了 它下面要讲述的是 雅各后代的故事 那37章第二节 实际上是《川世纪》 最后一个部分的开始 37章第二节 我们中文的《河河本圣经》 把它发音成 《雅各的济略如下》 什么叫济略呢 那这个词 在原本《西伯来文》当中 它是 Elai Toledot 你不用管这个 我怎么读这个 西伯来文 那这个济略这个词 它这个原本《西伯来文》 Elai Toledot 实际上在《川世纪》当中 出现了11词 在《川世纪》当中 出现了11词 对这个 对于这个词组的翻译 基本上大家看底下 大部分的翻译 都翻译成 后代 所以其实在37章二节 我们《河河本圣经》 翻译成非常文雅 它说 雅各的济略如下 实际上 37章二节 通俗的翻译 就是说 雅各的后代如下 或者说 雅各的后代 记在下面 如果《川世纪》37到50章 是以这样的一节经文 开头的话 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么 尤大的故事 放在这个部分 那是理所当然的 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那我们 为什么我们 普通的信徒 学术界 都对这一章的位置 感到 都对这个故事 感到奇怪 那是因为 37到50章 基本上 我们通常说 就是讲的是 月色的故事 那尤大的故事 加在月色的故事当中 我刚才说的 它打破了 这个月色的 这个故事的 这个完整的叙事 月色的故事 本来是一个 完整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38章 你从37到39章 这是一个非常连贯的 完全讲月色的故事 但是38章插进来 它就打连贯性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觉得 尤道和汤玛 这个故事很奇怪 那么 刚才我们说了 尤大的故事 出现在37到50章之间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雅各的后代 讲它的故事 在这个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是 它为什么要在 现在这个位置 那我认为 这个故事 那我认为 这个故事 放在这里 它首先的一个目的是 要进行对比 将尤大的故事 将尤大和 月色对比 不但是将尤大 与月色对比 也将尤大和 雅各对比 我们现在看尤大 与月色的对比 我会讲一些 希伯来文 大家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就行了 首先讲尤大和 月色的对比 我们看38章和39章 开头 两章的开头 用了同样的一个词 在希伯来文当中 我给了希伯来文 这个词叫 用的同样的一个词 从中文圣经中 我们也能看得出 38章一直也说 那时尤大离开 他弟兄下去 而39章 39章一节说 约瑟被带下 埃及去 这两节经文 用的是同一个动词 都是下去 只不过 38章 尤大是自己主动的 下去的 而39章是 约瑟被那些 米殿的山人 带下埃及去 是一个被动式 好 我们在这儿看到 他们的这个比较 然后接下来问一下 看 我们再看左边 尤大离开 他弟兄下去 到了到一个亚杜兰人 名叫希拉的家里去 这个亚杜兰人 就是迦南人的 是迦南人的一部分 他是属于迦南人的 好 尤大离开他自己的弟兄 去住到一个 迦南人的地方 迦南人当中去了 其实我们中文圣经 和和本圣经 这个经文 这一节经文 这个部分的经文 翻译的不是很 不是很准确 所以我把英文翻译 翻在这儿了 尤大离开他弟兄下去 然后是 turned aside turned aside 是偏离正道的意思 偏离的意思 turned aside to a certain a dolomite 这个西伯来文 用的是 拿他 这是尤大 侧身 转现的一个 迦南人 意思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词 西伯来文里面 这个词 就是侧身 转现这个词 拿他 在39章里面 也用的 在约瑟的故事里面 也用的 那是在 说约瑟在监狱里面 因为约瑟被 逃到监狱里面去了 但是呢 耶和华与约瑟 同在 向他施恩 我们来看 尤大和约瑟的对比 尤大离开自己的弟兄 去住到江南人当中 转侧身 转向了江南人 而耶和华 向约瑟 施恩 好 我们再看 38章 尤大 在那个去 亭拿的路上 看见了路边的 他妈 他以为他是妓女 那尤大就 转到他那里去 说来吧 让我与你同情 尤大转到 转向他妈 尤大本来走路 走得好好的 他偏离了他的正道 他走到路盘 去找他妈 他以为 找这位 他以为的是妓女的他妈 这也用的是 拿他 所以我们看到 尤大的行为 是天宁的正道 而拿他这个词 在讲耶和华 向约瑟施恩 我们再看 还有尤大跟 约瑟的一个对比 那个尤大呢 他跟他妈 同情之后呢 因为他承诺了 要送给他妈 一个山羊羔 他是请他的 那个家男朋友 亚都兰人 这个希腊 去送山羊羔去 要把他 那个 他的蛋头 就是他的杖 他的印 他的那个 印 系着印的那个袋子 要从那女人手里 取回来 从那女人手里取回来 而约瑟呢 在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约瑟把衣衫丢在 因为 波提法的妻子 抓住了约瑟 拉了他的 抓到他的衣服 那约瑟就 把衣衫丢在 夫人手里 跑到外面去了 在这儿我们看到 实际上 犹大的 泛纵情欲 与 约瑟拒绝 波提法妻子的引诱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这儿是通过语言 圣经语言 这两章当中出现的 共同的词 来看犹大和约瑟的对比 但是实际上 犹大和约瑟之间的对比 更是体现在 不仅仅是体现在 他们的行为上 如果我们好好地读 《创世纪》38章和39章 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读的话 我们会看到 这弟兄俩的命运的 天然之别 我们会看到 他们的天然之别 那 在38章 犹大的故事当中 神除了叫犹大的两个儿子 死了之外 神好像没有在 犹大的生命中显现 如果我们读38章 唯一两处出现 耶和华的是 耶和华击杀了 犹大的两个儿子 其他地方没有再提到神 38章 我们看到的都是 犹大自己自主 犹大自己做主 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是非常快的 节奏地去做 圣经用 38章用前11节经文 就讲述了犹大 可能是在20年当中 发生的事情 11节经文 概述了它 可能是20年当中 发生的事情 犹大的人生 我们可以用一个 英文词组来表达 那就是犹大他试图 work out his own destiny 犹大仕途 work out his own destiny 犹大仕途将他的人 掌管自己的人生 犹大仕途掌管自己的人 而在犹大承认 他妈比他更有益之下的人生 是一塌糊涂的 我们看38章 在犹大承认 他妈比他有益之前 犹大的人生 我们看到的是一塌糊涂 我们看到的除了死亡之外 就是欺骗 犹大欺骗他妈 就是欺骗 就是淫乱 就是他与迦南人 外邦人为友 那川世纪12章 神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但是在38章 我们没有看到 犹大给任何人带来祝福 他还差点给他妈判了死心 犹大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祝福 而在39章 大家看我的屏幕上的那些蓝字 满篇都是在说 神处处与约瑟同在 神使他手所做的 使约瑟手所做的 尽都顺利 神借约瑟赐福给约瑟所到之出的人 波提法的家 监狱 那个私欲 欲族展 神借约瑟赐福给他所到之出的人 神最后我们知道 川世纪最后的这个部分 神借约瑟拯救埃及 和全地的人脱离计划 耶和华祝福约瑟 约瑟也成为多人的祝福 但是在犹大的38章的故事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 他给任何人带来祝福 反而我们可以甚至说 给人带来的咒诅 圣经证典 通过将犹大和约瑟的故事放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我经营的人生 与一个由神掌管的人生的截然不同 这是我认为犹大的故事放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让他们俩 让这弟兄俩的故事形成一个对比 那对读这个圣经的人 对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来说 圣经这样的来安排 正典这样的来安排 实际上是在将一个自我经营的人生 与由神掌管的人生进行一个对比 让这个信仰群体看到它的截然不同 那刚才我说了犹大的故事被放在现在这个位置 不仅是为了跟约瑟的故事进行对比 也是为了跟雅各的故事进行对比 我们在37章的32和33节 和38章的25到26节 看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结构 一个字都没有差的结构 在37章就是 约瑟的兄弟们把他卖到了埃及之后 他们把约瑟的彩衣 大家知道放在 他们杀了一只山羊羔 然后把约瑟的彩衣浸在那个山羊羔里面 然后把这个彩衣拿回去 打发去送给雅各 说请你认一认 这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 请你认一认 希伯来文是哈凯尔纳 那下面紧接说雅各就认出来了 雅各就说 那底下我也用希伯来文红字给标出来了 这是37章约瑟的故事 里面实际上是在讲雅各 那38章的25到26节 我们看屏幕的右边 那塔玛被拉出来 要被带去烧死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 他扣在他手头的这个 犹大的那些手绽呢 印啊等等 打发人拿去给犹大看 他说请你认一认 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 哈凯尔纳 那我们中文下面翻译成说 犹大承认说 实际上不是犹大承认说 这个希伯来文单词跟左边呢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我的英文 犹大也是认出来了 然后犹大说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37章这里 和38章这里出现了 一模一样的这个结构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 实际上是要将 犹大的故事跟雅各的故事 进行对比 非常有意思 我这个屏幕的最底下 是引用的是拉比们 对创世纪的一个注释 叫Genesis Rabat Genesis Rabat 拉比们对创世纪的一个注释 非常有意思 他们是这样来解释注释的 神对犹大说 你用一只山羊羔欺骗了你父亲 我指着你的性命歧视 他妈也将要一只山羊羔欺骗你 神对犹大说 你对你父亲说请认一认 我指着你的性命歧视 他妈也将要对你说请认一认 我们看到拉比们是这样来诠释 三十八章 二十五和二十六节 和三十七章的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之间这 那个共同的死组的出现 犹大是和他的弟兄们杀了一只山羊羔 进了约瑟的衣服 用这个山羊羔欺骗了他父亲 那么他妈也要用山羊羔欺骗你 他妈说你送我山羊羔来可以 你先给我弹桃 这是拉比的一个诠释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旧约学者 就是Robert Alter 他是叙事批判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Robert Alter他称这个 就是我刚才前面说请认一认 约瑟雅各认出来了 犹大爷认出来的书 那Robert Alter称这个是 他叫Type Scene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典型场景 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就是The Deceiver Deceived 这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是骗人者被骗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在雅各的故事当中 雅各骗了姨嫂的展子权 对吧 雅各也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 是吧 夺走了这个姨嫂的祝福 雅各骗了他的哥哥 骗了他的父亲 那雅各自己也被骗得很惨 他被拉班在新婚之夜就骗了 然后拉班改了他公嫁十次 二十年当中改了他十次公嫁 所以这是骗人者被骗 那犹大他伙同他的弟兄兄弟们 骗他的父亲 说约瑟被野兽撕碎了 死了 犹大骗他的父亲 犹大也骗他嘛 犹大说你先回你父亲家去住着 等我的小儿子长大了 我再让他跟你结婚 犹大骗了父亲 也骗了他的儿媳妇 他自己最后也被他妈所拼 所以这个Robert Orta说 这是一个内型场景 这是骗人者被骗 那圣经中反复出现 这个骗人者被骗这个主题 圣经让你在读到 犹大被他妈骗的故事当中 这时候就让你想起 雅各骗他的父亲 雅各被他的儿子所骗 雅各被他的岳父所骗 圣经中反复出现 这个骗人者被骗这个主题 他让读者在一个故事当中 听到另一个故事的回声 那他让这样的一个主题 反复出现 他要告诉神的子民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旧约圣经 对于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来说 那是他的圣典 对他具有善地的权威 一个具有善地权威的 一个文本 一本书吧 简单说 一个本书 那他讲这个骗人者被骗的故事 他要讲什么呢 告诉神的子民什么呢 那我觉得他要讲述的是神的公义 我引用西部来书12章6节的这句经文 西部来书12章6节说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我们知道雅各是被神所拣选的 以早没有被神所拣选 犹大也是被 在他的12个兄弟当中 是被神拣选的 是继承 雅各和犹大都是要继承 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的应许的 所以神管教他们 神也让他们被批 这是我认为这个故事在这儿 简述的跟犹大和雅各的故事 进行对比是在简述神的公义 那在《创世纪》的37和38章 实际上我们还看到犹大和雅各 在其他的事情上的比较 比如说雅各他以为约瑟死了 他为实际上没有死的约瑟悲伤了多日 不肯受安慰 而犹大呢 他的两个儿子真的死了 可是呢 我们在《可世圣经》中 丝毫没有提到犹大悲伤的事情 那雅各为约瑟不肯受安慰 而犹大呢 他在妻子死了之后呢 得了安慰 我相信37和38章当中 重复出现安慰这个词 也不是偶然的 是要将犹大和他的父亲雅各 进行对比 那在《圣经》其他地方 也有将犹大和雅各的故事 比较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看这儿 这个34章还是属于雅各的故事 因为从37章之后 从37章开始才属于约瑟的故事 所以34章还是属于雅各的故事 我们看到在34章当中 我刚才前面已经提到34章是在讲底拿被事件侮辱这个事情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看看底拿事件他强奸底拿的时候 原文希伯来文用了这两个词 一个是亚瓦这个词 一个是拉卡赫这个词 中文翻译就是说 事件看见了底拿 就拉住他与他行影 那我们再看看右边 这个犹大他娶他自己的妻子 圣经用了一模一样的词 看见亚瓦 然后娶他为妻子也是用拉卡赫 拉卡赫这个词是非常粗暴的一个词 并且呢 这个后面说 犹大娶他为妻与他同房 这个词与他同房这个词 是一个非常非常粗俗的一个词 非常露骨的一个词 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当中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词 当我们这样看到34章二节和38章这个开头 犹大娶他的妻子 我们看到用一模一样的词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到实际上圣经 这就是圣经内部的这个共鸣 圣经内部的这个回声 圣经实际上是在将 犹大跟事件在做比较 然后我们再看 在事件的故事当中 我们知道西面和立位他们杀了事件成的人 然后雅各责怪他们 雅各说你们连累我呢 你们把我的名声搞臭了 那西面和立位是这样回答他们的父亲的 他们说事件难道可以带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 他们觉得受侮辱的地方是他们的妹子被当成的妓女 来看待 而我们看到38章 犹大看到他妈的时候 就以为他是妓女 那我们说 如果说事件把底拿当作妓女 招来了杀身之祸 不但他自己的杀身之祸 是全城南丁的杀身之祸的话 那么 犹大把他妈当作妓女 而且差点把他烧死了 事件是招来杀身之祸 那么犹大这样做 那要受怎样的惩罚呢 圣经通过他内部的这个共鸣 实际上已经对犹大做出了评判 实际上通过在事件的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对照 实际上已经对犹大做出了一个评判 那在37章约瑟的故事当中 我们还看到了犹大和流变的对比 流变和犹大实际上在约瑟37章这个故事当中 都拯救了 都救了约瑟的性命 但是流变救约瑟和犹大救约瑟是不一样的 流变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红字 流变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脱离他的兄弟们的手 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流变说你们不要流他流约瑟的血 你们就把他推到这个宽檐里面 这个坑里面就可以了 就行了 那他是回头要回来要救约瑟 把他归还给父亲的 带回加列去的 但流变后来回来之后发现约瑟已经不在了 实际上约瑟已经被带到埃及去了 流变是撕裂了衣服 表示他的悲痛 而犹大他救约瑟他出于一个什么目的呢 犹大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残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你要注意一下看一下这个英文 他说what a profit is it 我们能得什么好处 我们能赚到钱吗 他说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什玛利人 但是犹大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也许他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约瑟是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的骨肉 所以我们别杀他 我们就赶紧把他卖掉吧 实际上卖约瑟也等于把约瑟送死了 把约瑟送去死 因为后面他们去埃及买粮的时候 买粮食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约瑟还没有跟他们先认 那十个兄弟就跟约瑟说 我们本来有十二个弟兄 另外一个已经没有了 已经不在了 还有一个最小的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 在迦南地 另外一个已经没有了 实际上就是说 当他们卖约瑟的之后 他们就认为约瑟已经完蛋了 约瑟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所以尽管犹大说 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 我们把他卖钱 让他活着 让他还存活着 实际上 等于是已经给约瑟去送死了 已经送约瑟去死了 以后圣经让我们看到了 犹大和流变的不同 实际上通过这个不同 也是对犹大的为人 做出了一个定论 就跟刚才 将犹大跟事件对比 对犹大做出了一个定论一样 从以上 我们无论是从远处的上下文 还是进出的上下文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看到犹大跟约瑟 跟雅各 跟施健 跟流变的对比 我们在远远远近的上下文当中 看到这么多的对比 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犹大 圣经把犹大跟这些人相比较 那跟他比较的这些人 雅各也好 流变也好 事件也好 除了约瑟之外 圣经讲这些其他的 跟他对比的人都是罪人 那犹大跟他们对比的那些人 与之对比的那些人都是罪人 那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实际上通过这个对比 已经告诉了我们 那一个著名的旧约学者 叫George Coates George Coates 他也是写《创世纪注释》的 他说 在《创世纪》38章当中 犹大的形象 差不多就是一个恶棍 他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 他说 Indeed Judah appears virtually as the villain 他说在这一章里面 犹大的形象就是一个恶棍 那我们要问 犹大的这个故事 被放在旧约的正点当中 那你也知道 旧约的圣经是 那旧约的圣经 犹大是大卫的祖先 旧约圣经将大卫的祖先 描述为差不多是一个恶棍 那对这个以色列这个信仰群体 有什么意义呢 你为什么要把你尊敬的王的祖先 大卫王的祖先 描述为是一个恶棍呢 那有什么意义呢 幸好犹大的故事没有结束 犹大的故事在38章以后是继续的 犹大的故事之所以没有结束 是因为约瑟的故事没有讲完 是因为约瑟的故事 在38章之后 在39到50章中继续 大家如果回顾圣经的话 在42章 我们看到 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 买粮食 因为饥荒 42章 雅各的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 那约瑟没有跟他们 约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约瑟就坚持要求他们 下一次要把变雅敏 要把变雅敏带来 到43章 他们连食吃完了 要再次去埃及买粮的时候 犹大和刘便就说 变雅敏必须跟我们去 否则埃及的地的那个人说 他不见我们的面 除非我们把变雅敏带去 那雅各当然是不肯的 雅各怕他遭遇不测 怕自己偏爱的这个小儿子遭遇不测 那犹大呢 就为变雅敏做了担保啊 那我们看到43章9节 犹大对父亲说 我为他作保 我为他作保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 交在你面前 我情愿永远担罪 那犹大说 我为变雅敏做保 那这个作保这个词 跟他在38章里面 他妈跟他说 你首先要给我一个 送一只山羊膏来呢 你先给我一个弹头 那犹大说 我给你什么弹头 他的印啊 袋子啊 手杖 就是我们的信用卡 犹大把他的信用卡给了他们 那这个弹头和犹大说 他为变雅敏担保 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根 这也不是偶然的 等到44章的时候 43章他们再次要下埃及去买粮 到44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买了粮食了 那月色呢 用忌 月色用忌要扣留变雅敏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犹大 挺身而出来 犹大他要求代替变雅敏 做约瑟的奴仆 并且犹大在约瑟面前 做了圣经中 最感人的一幕演说 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看到 首先是犹大代表 他自己和他的兄弟们认罪 犹大说 我们对我主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怎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 神已经查出了你土人们的罪孽 犹大实际上在这儿 是confess的 他在这儿认的是 他们卖约瑟到埃及的这个罪 他承认他几十年前的那个过分 他说我们怎么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 神已经查出你罪人们的罪孽 我们再看他下面这个令人这个 非常感动的这个演说 在我称作是演说了 是因为实际上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篇幅的一段 他一个人对约瑟讲的话 那犹大说 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先连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 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父亲就必死 这样我们就让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在下面的最后一节里面 犹大又说若童子若辩亚明不和我一同回 在江南地区 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 若童子苹明不跟我一起去 我不跟我一同回去 我怎么能上去见我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若干年前 犹大和他的兄弟 因为嫉妒雅各对约瑟的偏爱 因为嫉妒父亲对他的这个儿子的爱 对约瑟的偏爱 他们让约瑟从父亲的生命中消失了 让雅各 山心欲绝 雅各说我要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见我的儿子 我一生都要这样子 那是若干年前 他们因为嫉妒父亲对约瑟的偏爱 让约瑟从父亲的生命中消失 让父亲山心欲绝 若干年后 雅各没有改变 雅各同样的偏爱 变亚明 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是拉结所生的 若干年后 雅各同样偏爱 变亚明 我们从这个四十四章三十节当中 也看得出 犹大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犹大说我父亲的命 跟这童子的面相连 犹大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这若干年后 犹大愿意为变亚明做宝 愿意代替变亚明 为卢 他不愿意 看见不幸 再次降临在父亲身上 是什么是犹大发生的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答案实际上是在第三十八章 假如犹大没有遭遇善子 假如没有犹大和他妈的故事发生 让犹大认识到自己的不义 假如这两件事情没有发生 犹大不可能发生这样彻底的改变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三十八章拿走 抹掉 一个为了钱 卖约瑟的犹大 怎么可能成为一个 为约瑟的同胞的兄弟担保 愿意替他围炉 代替他围炉的 这样的一个犹大呢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三十八章 我们不知道犹大 怎么可能从 为了二十两银子卖约瑟 到不惜自己一切代价的 为拯救救变亚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川世纪三十八章 是约瑟故事的关键 如果没有川世纪三十八章 就没有川世纪四十四章 犹大的认罪 还有为变亚明的代求 那如果犹大坚决不认罪 也就是说约瑟的弟兄们 坚决不认罪 还是说我们是诚实人 我们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儿子 我们不是探子 我们不是来窥探埃及的 我们是诚实人 假如犹大没有认罪 没有为戴亚明 舍己的话 那就没有约瑟跟兄弟的相认 可能就没有约瑟跟兄弟相认 也没有雅各全家下埃及 这个故事发生 那也不会有下一卷出埃及啊 有学者称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是一个生命转变的故事 他说这是一个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这个transformation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的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这个transformation 那有学者称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是一个生命转变的故事 我完全赞同 不但如此 我认为 在约瑟的故事和 整个创世纪 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也是一个 彻显 神的全能的故事 a story of god's sovereignty god's sovereignty 一个彻显神的全能的故事 川世纪的四十五章七到八节 还有五十章的二节 实际上是概括了约瑟故事的主旨 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 你们不要怪罪自己了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约瑟在他所遭遇的苦难当中 看见了神的手 实际上在约瑟的故事 三十七到五十章当中 在原门西伯来文当中 那个手这个词出现了 很多很多很多词 手这个词 约瑟在谁的手中 那个手这个词出现了很多词 所以约瑟在自己的苦难当中 看到了神的美意 看到了神的手 然后五十章二十节 约瑟又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观景 这是神的全能 人是有罪的 人是神会 但是神能够变恶为善 神不为人的罪所捆绑 神是有全能的神 那在神创造之初 神就赋予了人使命 川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神就说 神就说你们要 神就祝福人 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灭 这是川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对亚伯拉罕的 其中的一个应许 就是后裔 神说了很多次 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 像天上的星星 像地上的尘土 那样的数不胜数 就是神要人生养众多 变满地灭 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 川世纪讲述了很多 富人不生育的故事 我们在川世纪里看到 萨拉不生育 内百加不生育 拉结不生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塔玛的故事 也是一个不生育的故事 神是要人生养众多的 要人的后裔 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的 但塔玛的故事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个不生育的故事 是因为犹大不给他战复 犹大拦阻了他的生育 但是神的旨意是 无人能够拦阻的 神使用了这个男人的不道德 神也借一个 家男女子的执着 勇敢和机制 神使用了这个 外班女子 在人看来 有被伦理道德的行为 神让法勒斯和 谢拉这对双胞胎出身 犹大的支派得以继续 不但如此 神还借这个支派 借犹大支派 成就了以色列的救恩 也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 这是我们在路德基的结尾 还有在马太福音 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犹大和塔玛的故事 还是约瑟的故事 都述说了神的全能 在任何处境中 神都掌管完全 他是那位将坏事 变为好事 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以成就他旨意的神 那从我以上 不完全的分析当中 我们看到 从正点的角度看 犹大和塔玛的故事 他在川世纪 三十八章 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的出现 不是圣经编者的 随意安置 不是这样 我们从刚才 不完全的分析当中看到 而是背后有着 神学上的深深的考量 是有他的神学的含义在里面 那这个故事 犹大和塔玛的故事 神学上还有很多 可以挖掘的地方 比如说 神的拣选的自由 神自由的拣选 与人设立的 人的传统 斩子继承 这个制度之间的问题 还有 神对弱势群体的看顾 塔玛是一个寡妇 我们也看到夏甲的故事 夏甲是一个使女 对吧 是一个埃及人 神都看过他们 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都是我们可以从 犹大和塔玛的故事当中 可以挖掘的 神学上有很多 可以挖掘的地方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 从这个案例分析当中 看到正典方法 对我们读经的帮助 用这个 我也希望大家 用这个方法读经 有意识地用这个方法读经 能有更多的收获和愉悦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天空山里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夜晚 也感谢你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善 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 祝 感谢你的保守 保守我们的技术和网络的一切的顺畅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光 来学习 也感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也愿我们今天晚上所听到的 真正的是来自于你的 若是有任何不洁净的地方 求主你赦美 也求主你亲自的洁净 因为你是那 这样坏事能够变为好事的神 你也是那 满有全能 掌管完全的主 求你看顾我们下面的时光 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圣经的学习 也借圣经的学习 来吩咐他们的生命 也是他们的生命当中 有从你而来的喜乐 听我们的祷告 奋主耶稣基督 阿们 谢谢王永梅老师 刚才丰富精彩的讲解 好 那下面呢 是问题互动环节 我们请丽地亚 有什么样的问题 向王永梅老师来提出吗 有的 有的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 王老师 第一个问题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好 第一个问题 能否请老师介绍一下 多种语言文本 对比阅读时的要点 注意事项 多种文本 我想是不是说 多种的翻译 我想多种语言 就是说 希伯来文 英文和中文 我们主要的是使用这些 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懂希伯来文 其实我鼓励所有的 弟兄姐妹都去读希伯来文 有机会的话都是读希伯来文 你读希伯来文是最好的 你比如说像刚才说 犹大承认说 而实际上在原文 希伯来文当中是 犹大认出了那些 他的印和他的手战 对吗 那 在碰到这个多种文本的时候 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要点 那就是说你读 原文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懂原文的话 那么 英文翻译也是很好的 有一些非常好的英文翻译 比如说 英语标准版 ESV 是非常好的 还有那个 我们知道传统的 这个King James版 就是英文清定版 这都是非常好的 那 中文的圣经 和合本 当然是非常典雅 非常经典的 那我有时候我发现 觉得好像有点 不太容易理解的时候 我会去参考一下 新译本 大概是这样 就是多种比较吧 我是因为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有 所以我有一些软件 我的软件里面 有很多的版本 我就会去看它 因为也懂一点 懂希伯来文什么的 所以就是比较方便 但是你 没有机会学原文的话 你懂一些英文 或者说中文 多拿几个版本比较一下 就是可以的 但你觉得有疑问的时候 你觉得有一点 这个地方很难理解的时候 做一个比较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第二个问题 能否请老师 把今天讲的方法 就是您讲的正点方法 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是 好的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刚才是翻译了 那个 乔子的那个书里面的 很多观点 我自己也承认是非常拗口的 那方法首先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你要看圣经最后的这个文本 而不是说有人很感兴趣 就是当然我们华人教会不太多 但是在西方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他们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历史批判的理论来看 但是我 乔子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看圣经的最后的 我们手头的这个文本 而且要注意 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下来看 在整本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 当然是为我亚兰文的课程 写的一个论文 因为 但英里书的前六章 都是亚兰文写的 那但英里书 但英里的故事 前六章的故事 有很多是解梦的故事 但英里为巴比龙王解梦 解梦的故事 那有学者 我看到的是有专注出来 英文的专注出来 说这个约瑟 说但英里的故事 是在约瑟的基础上 发展出来了 但英里书为什么会存在 是为了说明 但英里是一个 A better Joseph 他就说 但英里超越了 超出了约瑟 然后他说约瑟 整个就是埃及化了 就是我们今天想的 不是要警告 防止埃及化的危险吗 那那个作者就把约瑟 批得一塌糊涂 法老给约瑟戴戒指 法老给约瑟戴链子 戴金链子 实际上是表示 法老对约瑟的尊重 实际上说约瑟被忠诚 对忠诚 但是呢 那位学者呢 就说这个约瑟完全是 就等于说 他已经卖国了 简单 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 所以那个圣经呢 正典方法是强调 你要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下来读书 来读圣经 来诠释圣经 刚才我也提到呢 你要在圣经自己的诠释框架下来诠释圣经 很显然圣经不是像那位学者那样来诠释约瑟的 约瑟在《川世纪》的最后部分 几乎他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你不可能说约瑟是一个卖国的人 是一个万调了自己的这个西伯来文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正典方法特别强调的是这两点 看最终的文本 要在圣经自己的诠释框架下来诠释圣经 然后就是与此相关的就是说 你要注意圣经里面的那个共享 就是回声resonant 你读到丹伊尼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想到约瑟的故事 因为他们都是关于世梦的 都是在别的人的朝廷里面 在别的国度里面 服侍别的国度的军盲的 你读到丹伊尼就要想到约瑟等等 这就是一个圣经的这个共鸣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你在读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故事 比如说像今天犹大和他妈的故事 这种故事怎么能出现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呢 那你就要考虑到 这是以色列人的正典 他对这个信仰群体 一定有他的神学上的含义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神学上的含义 一定是有神学上的含义的 其实你再想想 还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川世纪的十九章 罗德的故事的结束 那个故事最后 那在我们今天人来看 就是一个一桩一桩丑闻 罗德的两个女儿跟自己的父亲 把父亲灌罪 然后繁衍了后代 但是你如果在圣经的整个的背景下来看的话 你如果仔细看十九章最后的那个部分 实际上圣经的作者 在潜意识里面为罗德在辩护 罗德做什么事 他完全不知道他被灌罪了 也在为罗德的两个女儿在辩护 因为罗德两个女儿说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其他的男人来跟我们结婚 来为我们的父亲存留后代了 而我们刚才讲到存留后代 这个后裔繁衍的问题是 创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们在整个的创世纪的这个背景 就不会这样的批判他的女儿说 什么乱伦呢 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啊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在圣经自己的诠释的框架下来诠释圣经 这是我的对正典方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要点的一个总结 非常感谢 很清楚 对 这样大家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思路 谢谢 谢谢王老师 下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汪博士 非常感谢汪博士对圣经及原文的造诣 清楚地表达对圣经的发现 可否请教我们可以如何找手来培养自己对圣经 查经深度的训练 可否揭露一两招来供我们学习参考 你最后一句话麻烦你重复一句 他说可否揭露一两招 揭露一两招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透露一下或者您 您特别常用的就是能够传导给我们 我们大家也能用的方法来寻 对 就说查经深度的训练 培养自己对圣经查经深度的训练 查经深度的训练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每天早晨在非常 安静的时间来读圣经 我一个人每天早晨用非常 当然我现在因为我是读修 我主要是用圆门读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分享的 我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一开始我会 我用戈佩尼牧师的那段感言 那段遗憾来开始 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灵命的滋养来读经 首先你要把自己牧养好 然后你才可以去牧养别人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能要扭转一下自己的这个目的 就是首先要把自己的灵命培养好 用很安静的时间去多读 当然你如果多懂一点英文 这肯定就查经会有一些深度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你多读几遍中文 做的 会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披露几张的话 其实我在加上孟哥华上课的时候 我做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些 那个试经 比如说 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读川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 这个祖展的故事 亚伯拉罕 雅各 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约瑟的故事 那一个要点就是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如果你抓住了这个 就是川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 你抓住了这个应许的话 你始终盯住这个应许的话 实际上这个应许被圣经学者称作是 贯穿祖展历史 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的一根红线 如果你抓住了这根红线的话 你很多的章节 你都发现了有意义 很多的章节 你都发现有意义 比如说 我上次在加神讲课的时候 讲到这十四章 就是亚伯拉罕 去救罗德的那个故事 我声称那个十四章 一开始的部分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四王跟五王来打战 那如果我们从 其实就是说 亚伯拉罕作战 这个是整个创世纪里面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很奇怪 跟亚伯拉罕平常的这个性格和身份 都是很不相配的 很不相一致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正典里面呢 那我们 其实那个答案就在于 那个 答案就在于 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跟亚伯拉罕说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实际上十四章 亚伯拉罕救罗德 实际上是说 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他把所罗马城的财物和人 全部都救回来了 这是那个故事的其中的一个要点吧 还有就是最后是在那个故事里面 麦基喜德祝福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给麦基喜德 他的所得的十分之一 这个实际上也就印证了 神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里面 神说为你祝福的我也要祝福他 那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 对吧 麦基喜德祝福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给了他十分之一 那是历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十一分纪 然后所罗马王看不起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你的东西 你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 然后所罗马城最后是被灭了 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背景的框架下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的意义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 汪博士好 在犹大和他马的案例中 正点进入体现在文本结构的对比分析研究方法中 请问正点方法在其他经文中应用时 还会有什么形式体现 其实正点方法可以用在所有的经文当中 他说的是文本对比是吧 对 文本结构的对比分析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正点方法 刚才我讲到他要强调圣经的整体性 强调圣经之间的共鸣 我仍然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还是我拿《川世纪》里面的例子来看 我们看到《川世纪》18章的结尾是 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向神祈求 亚伯拉罕说 如果这个城里有50个人 你还毁灭这个城吗 一直渐渐渐到10个人 对吗 这是为这个城祈求 然后19章就是罗德的故事 索多玛城被灭 然后到20章 20章一开头就是 亚伯拉罕再次说 撒拉是他的妹子 只不过这一次不是跟法老说 是跟非力士人的王 跟雅比米勒说 那这三个故事怎么能在一起呢 这三个故事怎么能串在一起呢 如果说18章和19章 为索多玛城祈求 和索多玛灭亡 这两个故事还说还可以 那后面怎么紧接着就是 就是这个 又再次是 桑拉成为她妹子的这个故事 那如果我们 那如果我们把这三章 如果我们觉得 用正典方法来看的话 当然如果是历史批判 他会说 哦 这来自于不同的文献 一个是纪文献 一个是辟文献 一个是义文献 只不过圣经的编者 把三个文献凑到一起来了 这是历史批判的解决方法 但是正典的方法会说 他既然把这三个章节 放在连续的放在一起 那他一定是有 他的神学上的意义呢 那我对这三个故事 在一起的诠释是 这三个故事 讲述的是神的公义 God's righteousness 比如说十八章 我们都认为 啊 亚伯拉罕特别了不起 他那么执着的在神面前 为索多玛祈求 我们反过来有没有想 神一次又一次的 降低他的要求 从五十个人降到十个人 一次又一次的应允 答应了亚伯拉罕 只要有十个人 我都赦免这个诚 有没有想到神的公义呢 神不愿意看到一个亿人死亡 最后罗德一个人得救了 当然还有他的女儿 那神让这一个人得救了 尽管这整个城的人 都那么侮辱神的天使 但是神让罗德这个亿人得救了 所以实际上十八章不是在说 主要不是在说亚伯拉罕有多亿 而是说神有多亿 那十九章就是一个神 神的公义的一个例子 神救了罗德和他的女儿 到二十章 这个故事怎么能跟前面两个故事 连起来呢 你如果要注意二十章的话 亚比米勒 桑拉已经被带到了 亚比米勒的宫廷里面了 然后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 神说你这个人要 你这个要死的人啊 那个人 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 你要把她归还回去 那亚比米勒是怎么跟神对话的呢 亚比米勒说 神啊难道您正义的国你也要灭吗 实际上这个 亚比米勒和桑拉的这个故事 也在减述神的功力 神说我正因为我知道 你是守洁心轻的做这个事的 你是在出于无知的情况下 把桑拉调到你的宫廷的 所以我才没有让你碰桑拉 对吧 所以神让那个 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也在说神的功力 可是如果我们不仔细的把 在上下文当中 不用正典的方法来看这个话 我们可能很难看到 这个故事是在说神的正义 我们可能关注的都是说 再者出卖了撒拉 而没有想到 神没有击杀亚比米勒 是神的功力 神知道他是守洁心轻的 好谢谢 谢谢王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王老师 可否说犹大和他马的故事叙述 主要与神救赎计划有重大相关 因救恩从犹大而出 他马名字也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请问王老师可否说犹大与他马的故事叙述 主要与神救赎计划有重大相关 因救恩从犹大而出 他马名字也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 是的这个绝对是耶稣的这个答案 一定是神的救赎的计划 就是其实犹大是原本是不准备再让他马再生孩子的 对不对 然后犹大自己的妻子也死了 对吗 所以神就是借助了这个他马的这个机制 也执着 还有犹大的这种好色 然后成就了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 谢谢王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 老师没有对他马在三十八章所作所为 与犹大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 想请问老师三十八章犹大的生命的改变 可以看作是他马对神对丈夫的友谊 有奸真而刺透了他 就是犹大恶棍的心吗 就是说犹大和他马有没有进行对比 是吗 对对对 下面一句是什么 犹大和他马有没有进行对比 然后下一句 然后说 什么神企图 三十八章犹大生命的改变 刚才你说这犹大的故事 是他生命的改变的故事 是否可以就说理解或看作是 他马对神对丈夫的友谊 有奸真而刺透了犹大恶棍的心 能否这样理解 明白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因为当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意了 所以才有他后面在四十四章 他说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是清白的呢 神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罪孽了 那实际上在三十八章是有将犹大和他马的对比的 你想一想 那个犹大的妻子去世之后是犹大得了安慰 而他马一直穿着寡妇的衣裳 就是他马在跟犹大同情之后 他回到家里 马上就摘下他的面纱 圣经很细节化的说 他又重新穿上了他寡妇的衣裳 所以他马的忠贞 是跟犹大的不争 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的 好 谢谢王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汪博士 如何看待教会早期教父对赐金的引用 而今天主教和东正教仍是部分赐金为正点 如何理解赐金于作为信仰群体教会的关系 这个我没有太研究赐金 我觉得在正典的形成过程当中 既然那些书卷被淘汰 没有被卷入正典 那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 我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 他说赐金对我们的 是说对我们的信仰吗 阅读赐金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帮助吗 是这个问题吗 如何理解赐金与作为信仰群体的教会的关系 赐金与教会的关系 对 赐金与教会关系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肯定是 应该是不会说把它 既然是赐金就不会把它当作是圣典的 不会把它当作scripture 那我觉得是可以读的 读的时候其实你读赐金的时候 我读过一点点 我读过个别的书卷 你读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为什么它没有被选入正典呢 你很感恩它没有被选入正典 比如说以前我在围政学院读希腊文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一卷赐金叫Tobit Tobit的这卷书 它里面也讲到很多的神迹 但是如果说那卷书被收入正典的话 我相信它会对信徒的信仰的根基 对信仰的认识是会有负面的影响的 当然作为一个文献你是可以去了解它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跟正典相提并论 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 谈论我们的信仰告白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实践当中 我觉得不要以它为权威 它竟然是刺金 它就不是权威 我觉得可能这样回答比较好 好谢谢王老师 下面一个问题 王老师对于叙事文体 如何更准确的判断完整的故事单元 叙事文体如何准确的判断完整的故事单元 我觉得一般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叙事文体它一般都会有一个 比如说时间 有一个时间的标志 比如说三十八章开头就是说 那时犹大 前面说约瑟被带到埃及了 三十八章警戒说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 常常就是叙事文体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提醒你的词 而且常常是一个时间这样的一个词 我不知道如果他要举一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某一段叙事文 他觉得不是很清楚该怎么样的来分段落的话 他要是能够提出来的话 我可以看一看 我自己觉得好像这对我不是什么问题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合合本 心意本 属意意文本 就是看不出所以然 他说的是 英文本像King George 然后还有NRSV NIV 通常自根有分别 也看不出希伯来对账原文呼应与共振 如此一来如何做到已经解经 五经助我而不是我助五经 就是说就是说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是吧 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怎么能知道原文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 而不至于说就是偏解了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这个诠释 我想可能就是多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多版本比较 中英文多版本的比较 就是找一些翻译比较 如果是英文版本的话 你可以找到一些非常literal的translation的 就是四面的翻译的 比如说ESV或者是KGV 就是英文清定本ESV 还有美国标准版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version 这些都是比较是就是逐字对应的这样一个翻译 这样就是看的比较准确 其他的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运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正点方法了 你在整个的圣经背景之下 看看你这个诠释 好 我的网络好像不太不太稳定 Lidia是问题已经问完了对吗 对对对 就这么多问题的时间也我们也到早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辛苦了 那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 我们非常感谢望永梅老师精彩的讲座 还有这个详细的问答环节 给我们的这些解答 那盼望着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像 汪永梅老师所提到的 我们对旧约有个整权的理解 用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读旧约 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可能会受限于很多的问题障碍 但是刚才汪永梅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 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行动起来去读 读神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 好 谢谢望永梅老师 也感谢众弟兄姐妹的参与 我们BC讲坛使用好几种方法来发布我们的讲座信息 我们有微信群 也使用BC讲坛的邮箱来发消息 请注册了BC讲坛邮箱的弟兄姐妹 也时常查看你的邮件 另外就是 如果是可以看到YouTube回放视频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可见 约神祝福大家 谢谢Eric 谢谢 拜拜 我再分享一下二维码 好 可以看到吗 大家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好 好我们就到这儿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好